大家好 我们第一节课有讲了用笔与神采的这种直接关系 那么第二节课主要是讲怎么样去用笔 怎么样对应不同的物相去转换用笔的方式方法 通过力量速度节奏来区分它们 那么这两节课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个认识 当我们对这种认识越来越深入的时候 那么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理解和学习就越来越顺畅 就不会因为单根的线条或者是每个细节东西去烦恼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学习古人古代大师经典作品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慢慢地就要会读话 与古人对话 与古代大师对话 知道他的用心处 也要知道他在细节的 在用笔用线处理的时候在想什么 这节课主要是讲怎么样通过用笔的力量速度区分来对应不同的物像 因为不同的物像它的力量肯定是不同的 它的物理性质以及它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速度是什么意思呢 速度就是说它是活生生的 它表现的是不同的 有些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树 树杆 树根它是静止的 特别是树杆的部分 有些树根它是很灵动的 那么灵动并不是代表它清零 灵动也有这种很有力的 当然清零的也很灵动 所以灵动我们理解要多方面的去考虑 同样的厚重 比如说厚重有一些三十也很厚重 相对来说你这种圆厚的状态 像树杆树根它是这种比较圆厚的状态 那么它的硬度跟力度它跟三十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表现这些细节把它区分开来 这节课主要是讲这个方面 怎么样去区分质地通过用笔 这最关键的也是我们的技术核心 这个核心是挺难做到的 需要大家要经常去训练 去感受感受线 线的变化线的不同 那么这节课的我们就找了北宋的李公林的 香山四号会长久老 那么这幅作品来学习 李公林北宋画家 我们第一节课讲的是东晋的 那么这里在学习的过程我们是有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 时代的先后顺序 我们追根溯源 从魏晋南北朝 中国上水化的发展 到五代北宋上水化的成熟 那么这一条线过来 取一个体系下来 我们去感受 去学习 李公林的北宋画家 那么北宋在上水化里面 它是非常神熟的 五代北宋 那么金关董剧 这四家是比较神熟的 一个大师级的上水化家 那么李公林 他呢 在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画家 他的气象比较 伦雅 安静 祥和 那么 每个画家他都有 选择 古代经典的这种 不同的权利 有些人喜欢 放宽的大山水 有些人喜欢 比如说 米符的这种 米点 烟云 有些人喜欢 锅西的这种 飘渺 这种 比较润泽的一种画风 所以 我选择李公林 也是根据自己喜好的 当然其他画家 也要去了解去学习 那么 每个画家的 都有他自己读到的 或者都有他自己的 最精彩的地方 最高度 就会 感谢观看